首先是h,h是我们的帮助列表 我们做h可以打印我们的帮助器 然后是i,i的话它是一个入餐 它代表我们后面会紧跟我们的protoBuff文件 所以i的话我们后面要加个冒号 代表它后面会跟一个输出 会跟一个东西 然后是o,o的话 我们给它指定为我们的项目输出的路径 就是我们整个输出的文件夹 它会于哪个路径下,就是输出到哪里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一个 千三十这么多吧,先不管 当然这是短命 然后长命的话就是我们的help 然后是我们的import代语 然后是我们的output代语 然后我们去便利一下 foropts,arg,pts 做一个便利 先把它取出来 opts,args 那这种代码我就直接跳过了 然后写完之后给大家讲解析 好,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 首先我解析的入餐 它如果是-h,-i的话或者是-help 说明它是需要帮助 那我打一个帮助的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退出了 但这个打印我们还没实现 我们后面去实现 然后如果它是-i 说明它后面紧跟的是我们的portbuff文件 那我们再去把portbuff文件给取出来 然后复制到我们一个全局变量里面 portbuff文件 然后如果是-o,-o的话 说明它是指定我们输出的路径 同样的也是把它复制到我们一个全局的 一个变量就好 当然如果它不指定的话 我们的路径默认是当前路径下 如果是其他他说就跑一场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判断这个portbuff文件 它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报个错 跑个异常 如果它不是点-portbuff结尾的话 说明也是一个不标准的portbuff文件 那么也做一个报错 然后这些都没问题的话 我再把它一个project name取出来 那project name其实就是取我们portbuff文件的命名 要把我们的点port给去掉 所以就给它去把倒数六位给它截掉 截掉之后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文件名 项目的文件名 也是我们最终生成项目的一个目录的名字 好 这是我们的解析入餐 然后我们再实现一下这个打印help 这种也是一个简单的提示 我也就直接给大家讲了 写完这些 大家好 那么这里我已经去补充好了几个几个函数 首先进来是我们的生成目录 那么生成目录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按我们的目录文件夹 一次去创建对应的文件 进入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判断下我们整体输出的路径 如果是空的话 就用当前的目录作为我们整体输出的目净 并且把我们的项目名 作为我们的输出目录的文件夹的一个名字 然后的话我们声明一个bin目录 一个conf目录 配置文件 然后一个testtestclient目录 放我们的测试 测试端代码 以及我们的一个测试的用力的一个目录 然后是我们的log日誌以及我们的lab 这些中间目录 还有我们的原代码目录 原代码目录下又分为service的目录 interface目录和service的路径 和service的路径 以及我们pb文件的一个路径 然后还有我们公共code 公共文件的一个路径 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目录 给它放到一个书竹里面 然后我们一次去生成 但我们生成前提是 如果这个目录不存在才给它创建 所以我们要支持增量更新 如果说这个目录已经存在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创建了 然后生成完目录之后就反应就好了 这一步是我们的生成目录 那么生成目录完之后呢 第二步就要去生成我们的pb文件 那么这一步的话 其实就利用了我们提供的输入的 输入的那个protobuf的文件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里 我们进入到这个函数 那么前面也是一样打印消息 然后它输出的路径 是我们原代码目录下的pb的目录 然后我们执行的命令其实就是一个 首先将我们原来的protobuf文件 给它拷到我们pb目录下 考完之后我们执行 protobuf的命令 生成我们的pb.cc 以及pb.h的头文件 然后给它放到当前目录下就可以了 但我们要判断一下执行的结果 如果说执行失败的话 比如我的protobuf文件语法有问题 那么这里会执行失败的 就打印出异常就好了 然后生成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去生成我们的一次生成就好了 比如我们这里先去生成makefile 那么生成makefile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makefile的输出路径 它是位于我们原代码目录下的makefile的文件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makefile文件已经存在的话 就不需要再生成了直接返回 因此我们只有在第一次去创建项目的时候 才会生成makefile文件 如果说我们后面改了项目 其实makefile它是不会去重新生成的 然后的话我们的makefile 我们要找到它的模板文件 那么模板文件就位于我们自己的template目录下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makefile模板 模板内容我们等会再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逻辑 首先我们打开了这个模板文件 然后打开了之后 我们去给它做了一个替换 制服创的替换 那么替换的东西是一个是project name 这个变量给它全部替换为我们项目的project name 也就是我们proto文件的那个命名 以及我们的有个create time 这个给它替换为当前时间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内容再给它写入到文件里面 最终生成就是我们的makefile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模板 makefile的模板 makefile的模板也很简单 首先前面都是一些注释信息 这些可以不用管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create time 这个变量 那么它其实就代表我们文件的创建的时间 因此我们把这个变量替换为当前的时间 这样的话它的值就已经填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makefile 首先是我把所有实体道目录给它定义下来 比如我的b目录 service目录 interface目录 pb以及我的公共库 还有我的中间代码的生成的目录 还有我的客户端的一些目录 然后这个应该是nab rocket 然后这里是指定我们rocket cool的路径 如果说我们前面有make成功的话 我们的最终的rocket cool 应该安装在这个路径下 当然你也可以安装在其他的路径下 所以你就只需要把这里的路径给它改一下 改到你自己安装的nab rocket.a的静态库的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然后是我们的port buff 因为我们的项目编译必须要依赖port buff 所以要把port buff的酷也给它引入进来 这里同样的 你如果安装的port buff的酷不在这个地址 你就指定到新的地址去 然后是我们的tinyxml这个酷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终输出的一个可知性文件 也就是我们服务端的可知性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其实就位于我们并务下的 然后它的名字就是我们的项目的整体名字 那么注意到这个变量就是我们的project name 我们也会给它做一个替换 然后这些编译命令就不说了 到这里我们去引入投文件的时候 首先要把我们项目里面的所有投文件给它加进来 包含进来 然后呢 把我们的 以及把我们的locate酷和port buff tinyxml这些酷都给它引入进来 然后下面的就是一些编译的命令 这些都很简单 大家就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们所有生成的中间酷 中间那些点误的文件其实都放在我们的object目录下 那么最终我们的taget其实就依赖这些object生成 所以我们先编译完这些object的时候 再给它做一个编译链接 最终我们编译的 命点cc的文件 然后把我们的所有库给它链接上去 最终就会生成我们的服务端的可知性文件 然后位于并目录下 这是一部分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测试用力 那么测试用力的话 它同样也是依赖我们 它编译的是我们测试用力下的所有点cc的文件 每个接口我们会有一个点cc的文件 然后同样的依赖这些库 然后我们最后给它做一个编译 编译完之后会生成 然后以及一个makeclean clean的话就是清除这些中间件文件 所以我们的makefire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大家后面有什么改 比如你新颖的什么库 你只需要去改一下这个makefire就可以了 不用说不用去做什么过度的操作 好既然这样 我们先来测简单测试一下 我把这个pro件给它复制一下 我们给它重命名个名 给它叫做info studentinfo 代表它是一个学生信息的管理服务 然后这个名字给它改一下 studentinfo service 这是我们的service 这个名字也改一下吧 quiret studentinfo 双标这个 用吧 studentinfo 然后这个改成quiret studentinfo 好一点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简单测试小木头给代码 当我们这些变量也给它塞进去 by目录 这就是全局变量 conf目录 以及我们的test 其实我这个python脚本写的比较简单 也没有用面向对象的给它封装成一个类 大家如果写的好一点 其实应该给它封装成一个类 这样会好看一点 代码可读性也高一点 这是我们这里简单做的 都是全局的变量 好 那么还要注意点是我们要在这里 把我们的python的 解释器的路径给它写到这里 一定要加这一行注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运行这个python文件 不用在前面去给它加一个python的明令 来到我们的 到我们的目录下 然后呢我们如何去运行呢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rocket 然后tm tm tm rocket rocket generator下的 我们的rocket 这个python文件 然后呢 现在去我们比如说我们 打印我们的help 我们-h 它就会成功打印我们的help信息 提示我们应该怎么用 那我们现在去给它输入一个proto文件 stil.pro.to 可以看它成功创建了这些目录 然后创建了目录之后 成功生成了probuf文件 以及我们的makefile也成型生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 并目录下 conf 这些都是空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填充 这里也是空的 然后呢 我们的makefile 可以看到makefile是成功生成的 首先它的create time 是我们当前执行的实践 这个没问题 然后这些代码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以及我们的酷都是没什么问题 好 那么的makefile就生成完成了 检查下也没什么问题 到时我们再验证一下能不能成功make就好了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各个文件代码生成的规则就一样 所以我就不在视频里给大家去展示 如何去写这些脚本 然后大家的话 直接去拉我的python脚本看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段我就直接跳过了 等会我给大家展示最终的一个效果 好回来了 那么到这一步 其实我所有的脚手架代码就已经写好了 然后这部分代码都比较简单 大家直接去从我的geting hub上下载下来 然后看一下就好了 这部分也没有必要自己去写 只要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主要是对我们的模板下面的这些模板 做一些变量的替换就好了 像我们这些代码其实都是一些模板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变量做一个替换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一些文件 模板 然后去生成替换就好了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然后那么这种效果等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的话还有我们的项目 也有一些地方还需要改 所以我之前在一起模板的时候遇到的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有哪些地方要改 首先是我们项目的整体的一个makefile 那makefile这里 这些目录都不需要改 我们的install这个命令 我们要把这些目录都给安装 这几个给它添加上去 也就是我们的tcp目录 code目录 还有rpc目录 这几部目录给它添加上去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rpcclient 那么client的话之前是这样的 之前我们没有把没有把这个stub给它写到红里面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红里面写死了这个stub的name 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红的名字也给它封锁进去 所以我们的corerpc还要传一个stub的类的名字进去 然后传进去这里给它替换为stubname 这样的话就封锁好了我们的调音红 然后这是一个地方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 还有一个地方是这里 回到我们的tcp tcp server 那我们的tcp server里面去创建我们的现成词 iO现成词 那么可以看到之前的iO现成那个数是没有用上的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配置给它引进来 把我们的配置文件config导入进来 然后还有导入进来之后我们在 这里从创现成词的时候就是去从我们的config getclobalconfig 然后去去买iO现成词的数量 这样我们的配置也就成效了 然后这是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这里拿我们去改了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改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connection对象 可以看到我们是每次给它生成一个cd指针 然后给它放到了我们的一个全局的一个set里面 我们一个全局set 但是大家注意到尽管我们的链接即使已经断开了 但我们的这个connection对象依然没有吸购 没有吸购的问题最终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 这个集合它会一直无限的变大 无限的变大就会造成我们的类似泄漏 所以大家可以这里给它弄一个吸购 那么如何去吸购呢 实际上我们的TCP对象 它只要断开了链接之后 那么它这个stat就会变为我们的这个closed这种状态 那么我们只需要给我们的TCP server 给它加一个定时任务 那么这个定时任务呢 它是定时定期的去跑一遍 然后便利所有的client里面的connection 如果说某个connection它的状态已经是closed 那我说明它这个链接已经被关闭了 被关闭了链接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从当前集合里面给它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 这个由于是正指正 那么它的存对应的connection对象也就自动给吸购了 这里我懒得去做了 给大家留一个优化的任务吧 好 那么这些做完了之后 我们的整个RPC框架就开发了 开发完之后接下我们要去安装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安装 就是我们这里的makefile 大家可以看到最终我们其实生成的一个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是谁 也是一个库文件 也就是我们labrocket.a的这个静态库文件 当然也可以生成动态库 所以大家自己去扩展看自己的应用场景 那么我们就会提供一个install命令 也就是安装命令 看一下这个安装命令 它其实就是去首先去创建我们的一些安装的目录 我们跳到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其实就是我们的usrlab下的usrlab以及usrinclude 我们的投文件会安装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的库文件会安装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的库文件会安装到这个目录下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安装命令 其实它就是将我们的所有投文件 拷贝到对应投文件的安装目录下 以及我们的最后的库文件 拷贝到我们的系统的库目录文件下 那我们来执行这个安装 首先回到我们的rocket 因为我之前已经安装过 所以我把之前安装的先给它删除掉 原则lab rocket.a 我先给它删掉 以及我删掉我的 好 这样就把我的库删掉删除掉 然后我们重新进去一边安装 然后第一步我们要先去make 那我实际上make成功之后 我们会在rocket的lab目录下 最终设成一个.a的一个静态库文件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一个库文件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去执行我们的安装命 要用s2权限 因为是安装到系统目录 这就要运行 好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已经把我们命令打印出来 首先是创建我们的这些目录 创建好了之后 然后将我们的投文件一次拷贝过去 以及我们的库文件 最后拷贝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是usrlab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llabrocket.a 这个文件是我们刚才安装的 这是我们的库文件 以及呢我们的投文件 include 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个rocket目录 rocket目录下就是我们的库文件 我们比如进到net目录下 它会有我们所写的所有的投文件 当这里只有投文件 是没有.cc文件的 所以我们使用库的时候 只需要把投文件 添加这个目录到我们的投文件的 引用目录 以及把它的库文件 添加到我们的电击目录 就可以使用到我们的rocket这个库了 好 安装成功 然后我们再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测量我们的交手架 怎么运行交手架呢 怎么运行交手架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到我们的rocket目录下 然后它的generator 然后是我们的rocket这个patter脚本 然后去指定我们的 我先把我之前生成的给删掉 这个目录给它删掉 然后呢 现在我们去提供一个student的port文件 我们给它一个 再改一下吧 改一下名字app的 student 添加一个学生 eqest sposc 然后是 qerystudent eqest patter 好 这样我们的一个port文件就写好了 然后它有两个方法 添加学生以及我们的查询学生 有dnt 这样方法 再复制一下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port文件 它提供了两个方法 注意我们在我们的定义的port文件里面 我们的返回信息一定要包含这两个字段 那么这两个字段的含义是什么呢 首先ratecode它代表业务返回码 返回码 也就是我们的业务执行是否成功 0代表成功 如果不为0 说明我们的业务返回了一个失败的结果 那么具体的失败信息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里面取 业务返回信息 所以这个是代表业务的返回码和业务的错误 错误信息 该叫错误码好 它跟我们之前在controller里面那一层的 错误信息是不一样的 我们controller 它是代表我们系统的一些异常的错误码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一旦我们的controller 首先它的错误码不为0 它只代表我们整个rpc的系统没问题 就是我们的rpc请求成功发给对方 并且我们成功计算到了对方的回报 但是它不代表我们的业务执行成功 所谓业务执行成功 比如我这里是一个添加学生的请求 那么有可能我添加的这个学生 他的信息有问题 导致我添加失败了 那么此时我的业务结构 应该反馈给我一个失败的结果 而不应该反馈我成功 所以它会这里设置一个失败的错误码 然后错误信息它比如可以设置为 这个学生的信名有误之类的 这就代表我们的业务 所以在我们判断rpc的结果的时候 首先第一层我们要去判断control里面的错误码 也就是判断我们的系统错误码 只有系统错误码没问题之后 我们才会才能拿到正确的业务结果 拿到业务结果之后 我们再去判断业务的错误码 然后再去决定我们接下来的业务逻辑 好我们把这个pro文件写好了之后 我们呢去执行一下代码交出架 OK的generator 然后是这个pattern文件 然后只需要将我们的这个pro文件给它输入进去 然后指定一个生成路径 我们就指定到当前路径下 好可以看到它是打印的都是成功 所以我们的生成的最后生成的框架是成功的 那么生成的框架的脚本就在这 这个项目就在这里 它的项目名其实就跟我们的pro文件名是一样的 然后一个闭幕闭幕下是我们的一些启动脚本 以及我们的终止脚本等会给大家演示 然后是我们的配置文件 可以看到配置文件它这里已经填充好的内容 一些必要的错误信息 然后日识级别也写好了 并且它的日识文件名也是以我们项目名来明明的 然后日识录景是我们的上一层的log 就是这个文件夹 然后它给了一个默认的端口号是1235 这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去每个服务去分配自己的端口号 然后给了一个默认的IO现成14 这是我们的配置文件 然后这就不看了 然后是我们的业务代码 业务代码同样是由我们的项目名为一个附目录 然后下面第一个是common common就是我们之前写的一场 业务异常的一个类 那么这里抛出业务异常实际上它抛的错误码 就是我们之前对应的 抛特文件里面的这里的业务错误码 以及业务错误信息 它会通过这个异常来抛出来 然后是interface interface代表接口 其实也就对应我们的每一个方法 我们在Proton件里面定义了addstudent 以及querystudent方法 它就会在这里给我们生成两个接口 addstudent和querystudent 这两个接口 然后我们业务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里去填充我们的业务信息 写我们的业务逻辑 就是去重写我们的run方法 所以说作为业务使用方 它根本不需要去关心框架的任何底层的逻辑 它只需要去实现这一段代码就好了 并且我们这个接口的业务代码 它是支持 就是它不会覆盖的 也就是说我们改了Proton文件之后 我们再去生成 这些代码是不会被覆盖的 我们之前写的代码是不会被覆盖 然后会给大家演示 然后是pb是我们的生成的pb文件 这个就不看 然后service service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接口转发 首先它的头文件 头文件就是去继承我们Proton 生成那个service的那个积累 就在这去重写它的两个方法 业务的方法 那么再重写业务方法 我们看它的实现 其实它这里掉了一个红 那么红的话其实就掉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接口 每个方法对应的一个接口的类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 其实它就是声明了两个对象 request和response 把我们的两个请求对象给它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 然后掉了它的run方法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实现的run方法 然后掉完之后 我们的业务逻辑就直接执行完了 如果没有抛业务异常 说明我们的业务执行成功 就给它设置返回码是0 以及返回信息是ok 最后执行我们回家函数 如果说它抛出了业务异常 代表我们的业务返回了一个错误信息 然后就将业务的错误码 以及业务的错误信息 给它设置到我们的portal文件的返回体里面 然后去做一个输出 以及说它发生了其他的未知异常 同样也给它补获出来 然后最后执行回家函数 因此我们的整个rpc服务端逻辑 其实就是将我们的方法再转换 调用到我们的接口方法 然后是最后是我们的主函 嗯 最后是我们的密函数 密函数的话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启动脚本 可以看到我们在输入仓的时候需要提供我们的配置文件 然后提供好配置文件之后 我们去出售一个logger 然后再注册我们的service 注意这些代码其实都是它自动帮我生成的 我根本不需要去写 甚至不需要去管 然后注册完service之后 然后再启动我们的rpc服务 它监听的脚本就是我们在配置文件里面写的那个端口号 就是它监听的端口 然后是我们的测试目录 测试目录的话会对我们的每一个接口 生成一个测试的一份代码 那么它的测试代码也很简单 跟我们之前rpcclient的代码基本是一致的 实际上是一个并行数 它调用testclient的方法 然后testclient的方法里面 它构造了一个请求一个响应 然后再请 再调用我们的rpc请求去访问我们对应的接口 最后进行一个推出 如果调用成功它打赢成功的信息 如果调用失败打赢失败信息 那么这两个接口它的主要的作用 是帮我们去测试我们rpc服务的接口 是否运气正常 也就相当于简单的一个接口测试 好 这个文件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去首先 我看它是否能成功make 我们进入到我们生成的student里面 再进入它的下一层student目录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makefile 这个makefile的话同样是由我的模板生成的 那么它这里链接的库 就是我们之前安装到系统的labrocket.a的这个尽管库 以及说它的头文件的目录 但还有其他链接它所链接的库是 Porto以及我们的xml这些库 这就不管 而且我们整个makefile也是由模板文件生成的 作为使用方法 你完全可以不用去关心 但如果你需要有一些文件的添加的话 你也需要改这个makefile 然后我们直接去make就好了 正常来讲它是可以直接make成功的 只要我们的库安装好了它是没问题 OK 我们可以看到make成功了 那么make成功它会生成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是闭目录下 它会生成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也就是我们server的文件 我们等会运行这个server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test tool 下面会生成我们每一个接口的用力 会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 代表我们这个用力的执行 我们就可以运行它 就可以执行我们的用力了 好接下来我们去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断口号是多少 断口号是12345这个断口 好然后我们去运行一下我们的rps2 这个启动脚本和中指脚本也是由我们的模板生成的 大家都不用管都是开箱即用的 我们退回到Bing目录下 然后我们直接运行 然后输入我们的服务的名字 好大家可以看到它打印的消息是启动成功的 毕竟我们这个是以守护进程的方式去启动的 即使我们的中端退出 它也不会退出我们的程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ps看下来 可以看到是有一个进程已经在运行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识观察一下 -f student rpc 可以看到它的rpc日 它一直在动态打印 所以我们的服务一直正常的启动 没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去测试一下我们的client 回到我们的testclient 有个testtool 然后的话我们要去运行 我们看一下它运行的参数 可以注意到它运行的参数是 一个是我们的ip和一个端口号 我们就给它点下号先testquery 然后127.0.0.1 12345 好运行 可以看到它成功的去调用了我们rpc请求 并且拿到我们返回的信息 拿到返回信息是ok 好这说明我们的rpc服务没什么问题 那么到这里我们整个rpc项目的课程就已经结束了 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 当然我们的框架它其实也并不是完备的 它能让有很多地方去值得我们优化 我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值得优化的点 然后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优化一下 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提升 那么第一个地方呢是 第一个地方是这 我们的rpcclient 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调用一个rpc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写回调函数 我们在corerpc 它是一个逆步调用 我们每次都要去写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在回调函数里面才能去执行我们 接口调研完的逻辑 那么其实这样的写法是 比较 比较难懂的 或者说比较难以理解 特别是我的回调函数 一旦比较多 比如说我有这样一段逻辑 我现在去调用这个接口 makeode接口 然后我要 一直到我的makeode下单成功 下单成功之后 我要再执行另一段代码 我要再去去进行一个扣减库存的操作 我要掉另一个rpc求 那我要在这里 要去再重写一遍这样的逻辑 然后在里面又要去设置回调函数 然后在回调函数里面 又要去执行我的业务逻辑 这样的写法其实是非常的恶心的 可以说 那么如何去优化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 它是因为我们这rpc是异步的 但是又不能给它改成同步的 如果说同步的话 这里就会阻塞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性能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它就是通过写程 大家看过我那个tellingrpc的项目 就应该知道 我在这个项目里面 其实是用的鞋层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鞋层的实现的效果就是在这里 它虽然阻塞了 但是它阻塞的仅仅是当前这个鞋层 它不会阻塞我们整个县层 我的整个县层其实还是在正常的跑 它会去跑其他的鞋层 一直到我这里的条件满足这 那么县层会自动切换到当前鞋层 然后再把执行去去执行接下代码 也就是我这就完全不需要写回到函数了 我的业务逻辑直接就写在后面就好了 我的业务逻辑直接拼在后面 就顺着写 它达到的效果就是我们虽然的写法是一个同步的写法 我们阅读起来很清楚 但是它的性能却是一个异步的性能 所以这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第一个值得优化的点 那么第二个值得优化点呢 是这里我们的这个线程鞋层模型 线程进程模型 它其实是一个1比n的线程模型 也就是在我们的TCP server里面 它其实给每个IO线程会分配一个客户端连接 那么我的一个客户端连接 它从始至终只会在一个IO线程里面 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的某一个客户端请求 它所占用的耗时非常长 这样耗时非常长的话 它就可能影响到我当前IO线程里面的其他 其他连接 也就是说它会阻塞其他连接 但是如果说我此时其他的IO线程 又是比较空闲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的请求它的响应不均匀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所有连接给它 放到一个公共队列里面 然后每个IO线程去从公共队列里面去取 取出来之后取执行 这样的话就能降低我们 就能使我们整体的实验达到一个平均的水平 也有一定的性能提升的作用 当然主要是看我们的应用场景 这是第二个值得优化点 然后第三个优化点也是我们的调用RPC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调用RPC 其实要传一个地址进去 但是其实这是没必要的 为什么说没必要呢 其实在我们生产环境的一些应用中 是一般是不会这样去注册一个单机的地址 我们的服务都是分布式部署的 也就是我们同一个服务 它可能部署在多台机器的 多台机器上 它对应了多个IP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调用RPC 只需要传一个服务名就好了 传一个服务名呢 那我们在这里里面给它封装一个逻辑 就是它根据我们的服务名 根据我们的服务名 比如我们这里的order stupid.makeorder这个方法 或者说这个方法名 就可以找到我们对应的服务 怎么找呢 其实就是通过接入我们的一个服务注册中心 服务注册中心呢 你可以用什么lookkeeper 或者简单点一个建置对的radius 或者说用其他的什么etcd 这种东西 当然你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造一个 我们把我们的服务 接入服务中心 然后通过服务名就可以查到我们的地址 也就是我们在外层就不需要传入地址了 这样的话它一个是 一个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指定地址 达到了我们的方便 另一个是它会 它也可以支持我们的像什么负载均衡啊 容载切化这些能力 这是第二个优化 这是另外一个优化的点 好 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那么整个课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再给代码做一次提交 最后的话我们再把整体的代码做一个提交 好 这样的我的 OK 这个项目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支持 当然这个项目还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bug 或者说一些不合理的点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提出来 然后随时交流 好